美中贸易战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 已经进入了第七年 从川普时期的去中国化 到拜登时期的有岸外包 美中两国的贸易关系是越走越远 对各自的经济状况现在也都挺头大的 but有一个国家从中获利了 其实不止一国啦 但我们今天只讲一国 那就是墨西哥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 这几年中国进口的商品是越来越少 但墨西哥来的则是越来越多 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总额是 4272亿美金 从墨西哥进口的总额约4756亿 这是墨西哥20年来首度超越了中国 这代表美国成功摆脱了对中国的依赖了吗 Not really 金融时报分析了贸易数据之后发现 这几年从中国送往墨西哥的货位数量快速成长 大量的中国商品经由墨西哥洗产地 再进到美国利用美墨加协定的关税减免 规避美国的高额关税 基本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许多贴着墨西哥制造的产品 背后其实仍然是中国企业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 中国企业是如何利用美国的进案外包 走后门进到美国的 大家好我是范奇北 欢迎收看范奇北的today看世界 在美国像是Costco啊 Walmart这些大卖厂常常能看到的敏华家具 所生产的沙发堂椅 产品上就标示着百分之百墨西哥制造 但其实这是一家中国企业 他们在2022年把产线搬来墨西哥北部的新莱昂州 目前还在继续扩充 像这样的中国企业有几十家 而且越来越多 BBC指出目前墨西哥北部的工业用地是一位难求 盖好的抢 连没盖好的都抢 根据墨西哥的数字 连到2027年才会盖好的工业区都已经被买光了 经济学人估计 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 二十几年前平均每年一亿多美金 但是2022年光是这一年就高达25亿美元 而且这些投资跟中国在中南美洲其他国家的矿场 基建不大一样 在墨西哥它是集中在电子业 汽车业 电器等制造业及服务业 为什么中国企业突然爱上了墨西哥呢 第一 规避关税 2018年川普调高了对中国的进口关税 拜登政府也维持关税政策 但2020年美墨加协定生效之后 大幅降低了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的关税 专家指出2021年美国对墨西哥进口产品的 平均关税只有0.2% 远低于中国的19.3% 真的差很多 第二 禁案外包 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 拜登政府鼓励企业把供应链从亚洲迁回北美 这个政策原本是为了防堵中国 结果却促成了中国企业进入墨西哥设厂 第三 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 由于疫情期间封城 加上中国的土地水电跟工资上涨的原因 都促使中国企业将产线移往海外 墨西哥当地政府则提供丰富的奖励措施 包括免费的土地水跟能源设施 还会帮助企业雇佣员工 虽然根据墨西哥官方的海关数据 来自中国的商品并没有持续大量的涌入墨西哥 但一些美国官员跟企业家认为 墨西哥当局不是低估 就是故意放水 很多从中国来的商品没算进去 最气的就是美国的制造业 有制造业代表就说 中国通过了墨西哥转运了大量产品进入美国 美墨加协议已经变形成 美国中国墨西哥三房协议 墨西哥智库的研究员也表示 新的供应链秩序显示 许多中国出口产品 只是走了稍微长一点的路 才能到达同一个地方 在众多产品中 电动车是最紧急的问题 中国生产的电动车 平均售价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 目前美国对中国汽车 征收27.5%的总关税 而且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评估 都要再提高 如果没有提高关税 中国电动车可能会大量倾销美国 路透社报道 中国汽车业者大举投资墨西哥 主要的目标就是利用墨西哥的低关税 辗转进入美国市场 全球最大电动车的品牌 比亚迪的美洲公司执行长表示 比亚迪正在墨西哥寻找适合设厂的地点 预计未来每年可以生产15辆汽车 但他强调BRD的汽车是以当地市场为目标 不是要出口到美国 我有讲是这样讲了 但美国人信吗 美国媒体都已经爆成这样了 美国政府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 美国漫威代表戴琪就指出 美国必须要尽快采取行动 保护电动车免受中国补贴的竞争 另一位不具名的官员则表示 美墨加协议不是为了让中国或其他国家走后门避开关税 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将会特别关注电动车进口的议题 美墨加协定的前身叫做北美贸易协定 这是多年前美国为了让北美三国更团结 所以才制定了这样的优惠 2020年时川普觉得美国被加墨两国开游 已经大改了一次 现在中国要混水摸鱼 美国铁定很不爽很可能会施压墨西哥 制定新的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 墨西哥政府也知道老装死也不是办法 去年就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商品 征收5%到25%的关税 也会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征收高达80%的关税 但美国官员表示动动嘴说要收关税是一回事 但会不会真的认真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有墨西哥官员私底下就讲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墨西哥政府对中国电动车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土地 或减税等奖励措施可能就不敢做了 不过长期关注中南美洲产业发展的 华尔街日报评论员欧雷迪认为 即使墨西哥取消了对中国电动车车业的投资奖励政策 也完全不足以满足美国的钢铁铝跟汽车利益团体 对政府的游说 他们会持续要求在美国政府设置更大的贸易壁垒 以国家安全之名保护国内产业 欧雷迪认为 政客们错误的把墨西哥跟中国混为一谈 只是为了要安抚保守派选民 要求提高保护主义的情绪 反而会拖累美国的经济发展 这是美国这边的想法 那墨西哥这边怎么想呢 就跟所有民主国家一样 有人觉得很好 有人觉得不大好 BBC报道 墨西哥前外贸部副部长表示 虽然流入墨西哥的中国资金 可能会让一些国家感到不舒服 但根据国际贸易法 这些产品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 都是墨西哥的 而且又不只是墨西哥这样 其他国家也都在争取 中美贸易战外溢的利益 但也有专家说 墨西哥没搞清楚状况 美国禁案外包的重点 不只是禁 而是国家安全 结果墨西哥还举着大标语 欢迎中国来墨西哥 想都知道美国会不爽 如果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不断增加 可能会加剧墨西哥跟美国的紧张关系 但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专家们一再讲 要调整全球供应链的秩序 得要多年的时间 以及大量投资外加国家干预 还有经济学家根本怀疑 关税壁垒有多好用处 摆明的事实就是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 无论要有多远 这两种力量最终就是会碰在一起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摆脱中国 在友好的国家建立替代供应链 如果到头来还是中国企业资本 到其他国家建立这些供应链 那要怎么办呢 那就到台湾来呀 我们应该是最有意愿抵抗中国资金就货的吧 我知道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大家来谈谈 永远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欢迎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您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茄梅的Today看世界 谢谢天文的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年轻